Audicy App 在 F5 16 的機種 即是三系列 如果大家有更新後可以對應到 Audicy 和 D&M 已經合作了十幾年了 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時候的朋友 他做一個 Room EQ 做完之後很直線 但我不想動入面的東西做不做到呢 現在我們新的 AVR 都支持 有一個叫Audicy Multi EQ App 用了之後你是可以動到它的 Target Curve 裏面的東西 可以用手機去 App Store 下載 當然要付錢 這個 158 元 距離 音量大小 其實這個你可以自己再動 譬如你要動的話 按 Edit 這裡 逐個來 如果完成的話 Done 那你看那個 Room Correction 的 Result 這個就是未做之前的 這個做了之後的 這個就是 Front Center 這裡就是 Mid Ring Compensation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全部喇叭都用 剛才你聽的全部都做了 就在2K 裏做了一個 Deep Curved Detail 當你做了全部都用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 Deep 就在這裡 你要動的話 譬如你要動高音的 通常你動到多少點呢 好 這裡拉低它 可以這樣動 總之你動到鳥石龍 總之錯了都可以 好 點錯了 好 點錯了 好 點錯了 好 我的地方都解決了 每次發生過 這裡可以全部都動 Solva Solva 可以這樣動 好 完成了之後 這個 Send to AVR 是 按錯了 讀進去 Are you want to send? Send 逐個channel顯示在這裡 完成 Send to AVR